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撒 周童 明天先 Mr Lee 是不是 打出电话吗 又错了 一百通了 喂 两位优秀的侦探 从今天起 你们交换是为 为食尚探 寻找全马各地美食专家 为食尚探 没错 你们可以现在就出发了 该出不了人的发现 哎呀 跟你说说 说广东话 好 好 你刚刚说了 练成如何 好 一多十数你听听 一二十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帮我给你 哇 连得这么快 太好了 待会就不会失离我这些嘉宾了 嘉宾在哪里 我好像叫什么 平静静 平静静 勒静静 勒静静 可以吃的吗 好像是 在哪里玩 问人就不知道 还要问人的 不好意思 练爹 为什么 哪里可以玩这个 灵静 看我这么聪明 就知道我是灵静静 你明明就是 晴晴静 我不是晴晴静 我是静静日记的静静 原来是你吧 说实话 我们两个围食神探 在茄厄隔路过来而保 有什么美的介绍 站在这里说什么 带你去吃吧 走吧 我做什么好 做什么?吃吧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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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的泳泉茶室旅店 然后是专门吃NASIKANDA的 可是很特别 就是华人的茶餐室 对 可是是NASIKANDA 对 然后有很多三大民族都会来吃 对 NASIKANDA的三大民族都会来吃 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然后而且 应该开始的时候 就是1959年 他就开了这家店 然后跟NASIKANDA是一起开的 但是我只是卖NASIKANDA的 之后就因为自己太忙了 就只是卖NASIKANDA 因为我们生意太好了 刚我们来的时候 是比现在更多人的 就是挤到满满的 还很长 对 就刚刚说是那种吃饭时间的时候 那种排队的长容 可以去到隔壁店 对 因为我觉得仪宝已经够热闹了 对 这里是比仪宝热闹很多的感觉 这里每天都这么 就才能 不许是LONG WEEKEND多人 不许是每天 所以这个是BIASER的 就是很多人都会点的 就是他们如果你讲BIASER 然后就给你一个鸡 然后有喊鸡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配料 还有一点黄瓜这样子 就是说BIASER是这样子的 对 然后你要另外特别的话 你可以换别的肉 有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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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 来吃吃看 我觉得它的特别之处 就是我第一次来吃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的那个 就是我吃鸡蛋很特别 就是我吃鸡蛋很少 这么有鸡蛋呢 就感觉它是华人的食物 就是一个卖印度化的地方 一个华人茶是 它食物也夹在一起了 有华人东西 有印度人的食物 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 我晓得它味道方面 会不会比较重合一点点 可以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 好厉害喔 真的很冷喔 而且它这个咖喱 我会说它怎么很辣的 可是它其实已经功能 而且刚才我 原来是有见到 一些些那个 番茄 所以吃起来是有那个 番茄的香味在里面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饭 就是要淋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的咖喱 所以我觉得这边 如果是你要吃到更浓的话 你打包回家 因为它会这样子包着 我打包回家 对 就是吸到很多水 然后你就可以吃到更浓 就整盘飯都吃到家里 是 而且我觉得咖喱 是除了很浓还有香之外 如果配搭海鲜 就不一样的吃法 你知道吗 我要吃起它的羊肉 不是 你们讲牛肉 通常牛肉是很暗的 我们讲的 但是它的质量很暗的 它价格其实也不是很贵 不过你们的 我以前去 小时候我去吃NASIKANDA 我不太敢浇 因为每次浇到 都很贵的 就会出来 10多块 20多块 要不然我想怎样了 不过呢 我们现在要来评一评分 OK 那味道上呢 我个人 因为我也是 比较少接触NASIKANDA 可是它的味道 我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五颗心的话 我可以给三个棒 我觉得如果我要吃的话 我要直接拿了 再叫它淋它比较热的咖喱 其实它的咖喱口味 我觉得还蛮OK的啦 我觉得3.5颗心 3.5颗心 对 价钱上呢 价钱 价钱 我可以满意 我觉得价钱上真的很满意 然后在KAL那里 可能还吃到6块多的饭 你明白吗 而且喜欢吃牛肉的朋友 一定会觉得哇 肉很贵 而且现在还卖这6块多的肉 真的很便宜 所以价格上呢 我会打4.5颗心 因为讲真的价钱太便宜了 价格我给4颗心 因为我也没想到这么便宜 我要给5颗心 这个很便宜对不对 我比较便宜 真的 非常便宜 环境分 不是环境 我觉得因为是老店嘛 所以老店都是这种氛围的啦 所以也不能说它是很高级 这样环境的分数 我大概给一个3.8颗心吧 3.8颗心 我觉得我是3.5颗心 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想要感觉的话 我也要4颗心 然后来热闹 然后又是老店 对 可是如果是 我自己感受 我是要普通吃的话 我就会给3.5颗心 也太多人了 你觉得 对 然后另外呢 卫生方面 我觉得卫生方面 它很难控制 因为人潮太多 对 所以看它有那种小鸟 在地上逃的这一次 卫生方面 因为我看我可以放一个3.5颗心吧 对 我许3.2 因为人潮太多了 对 但这个原本就是这里的圈子吧 对 然后呢 至于说会不会再推荐给朋友 对 推荐度呢 我觉得可以放一个4颗心 对 我许3.8 对 OK 好了 这样我们第一张就吃了吗 这第二张你要带我们去 是什么呢 我们去一个food court 找出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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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口吃吧 好喝 好喝 我先去吃 不用搭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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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到6小时 最近我们有很多听过的事 但是 是不错 如果是不错 价格也不贵 今天没有肉肉是这个牛 但它很好 我第一次是 这个很好 真的好多 來…這個 这个 浓美 有什么特色性 我蛮喜欢它的桂脚鸭的 因为它的桂脚鸭 都是那种腰彩汤的味道 它又配上怡保的河粉 怡保的河粉就出名 顺华 我就觉得就蛮好吃的 你看它腰彩味很香 很浓 对 它的腰彩味 然后你加上怡保的河粉 它也会让我连想到肉骨茶 对 你看它的那个药材的味道 对… 可是讲真的 它是不油腻的汤 不会说喝下去 很油一层这样子 它是算清爽的 我觉得那个 应该是有放那个桂脚吧 所以那个桂脚的 分量还蛮十足的 所以你喝下去 整个喉咙都是让到桂脚 它有桂脚 桂脚的感觉 不过重点是它的乳汁 还有它的一些配料 这个是 乳味 然后这个是巨杂 乳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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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 我在想 可是它就是 老板是从新加坡 拜师学艺回来的 可是在新加坡我们的那个 卤味也是比较清爽型的 也不会说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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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其实老乳呢 也不会说太过重口味 吃它的这个 五花肉那种 不可以咬断的 你要整块肉 看在嘴巴咬 太多香 这么开心 你知道它乳到很够味 那五花肉啊 是这样的 你煮到够软的话呢 入口就会激化 所以呢 刚才讲到瘦肉跟肥肉 一起咬是对的 我觉得它那个皮 还带一点Q劲 对 它不会说整个 变得非常的软烂 对 我觉得它的辣椒很适合我 真的不会重口味 反正我觉得这个 外面的汤 它那个肉骨茶的味道 还更加的鲜明 其实 还好吃 辣椒 它辣椒是因为有点酸酸的 有点 够嫩了吧 刚才我放进嘴巴 整个家人放进去里面 去骨 直接去骨 直接去骨 在嘴巴里面这样子分别 它就直接会 骨跟肉都会分开 真的很嫩滑 而且讲真的 那个调料真的很重要 它那个卤味真的没有盖掉 它自己那个本身肉的 那个原汁原味 对 另外要讲的就是 这个阿桑鱼头 也是酸了两袋 真的 是一年了 你知道吗 这个十番鱼头 十番鱼头 你能喝它的汤吗 因为我觉得它的阿桑是真的带甜的 带甜的 对 而且也没有太辣 也不会太酸 对 所以我觉得加上它的鱼头 也非常的新鲜 所以你吃下去可以加 会有回味无穷的感觉 今天没有这么辣耶 真的 真的 没有太辣 我觉得今天这个 就还蛮一家大小的口味吧 其实小朋友都可以 就是感吃一点点辣椒 就感吃一点点辣椒 所以可能一家人来吃 你叫一盆 然后就拿你的白饭这样去 送饭啊 對不對 真的 这个酸酸甜甜的口味很 真的好灰味 灰味 我想灰味 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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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对… 对… 好灰味 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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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更厉害 这是海鲜大餐 对 好香 好香 太爽快了 你知道那种海鲜 那种肉 白白的 那一口感觉就是这样 而且你看泡里厨那种 肉很多 然后骨头又很少的感觉 很大的冰虾 我觉得这一档可以吗 要这样成功 可能就是除了它的这个 阿桑沟 好喝的糖汁 另外就是它的海鲜都很新鲜 对 海鲜是新鲜的 这个虾 对 虾很难这么 对 虾很难这么 不行 它就是弹牙的 这个很弹的 热的 会放虾给另一般的 都是好女人 所以你是 你是会放虾给你老公吗 我平时其实很小吃 我平时 我平时米饭多一点 我平时米饭多一点 我平时没有米饭的 米饭 好懒 好假的 好处 真的 从它的拔壳开始 就是丢到那个虾肉 是多么的 因为很容易 很容易分离 不会是黏着黏着这样 很新鲜的 对 谢谢 新鲜 来 这边是专门吃海鲜 对 不只是专门吃海鲜 对 在这个城中城的辣粉 整个来说味道上 我都满意的 然后我可以给它 4.2颗星 因为我自己本身 不是太重火味的人 我会给到3.8颗星 价钱上 我觉得 这仪宝耶 仪宝的价钱来说呢 你要说非常贵也不是 因为现在也不价上涨 可是我会觉得3.8颗星 3.8颗星 价钱上 我只觉得3.8颗星 因为假的 这个鱼头本来就是很便宜的 对啊 因为还是你要乱三千 是喔 是35块 对 没有这么大 就小一点 就小一点而已 它就是看多少 它的那个重量 对啊 要看它的重量 对啊 它是很重量 所以环境分啊 Food Court的分数来讲 第一 这个Food Court 不会让我觉得太热 对啊 还蛮凉快的 很渠热的感觉 对 可能屋顶不高嘛 所以可以比较通风一点 大 所以环境分呢 我可以给它 Food Court的level来讲啊 可以给它四颗星的 哇 高 我也是四颗星 因为它真的就是很宽阔 那另外呢 卫生方面 我觉得整个环境 嗯 算是整齐啦 不会拉拉啪啪啦 对 所以卫生方面 我也是可以给它 Food Court的level来讲 可以给三点八颗星 我也是三点八颗星 嗯 会不会来推荐朋友来咧 我觉得 是可以从着它的这个 阿桑鱼头过来吃 真的 推荐度可以去到四颗星 我会给三点八颗星 好 介绍个猛人比你识 有多猛 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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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哥 是 好, 忘记早前豆花的老板 是… 杰哥在做什么 在做豆腐花 是豆腐花 是豆腐花 出现的, 是豆腐花 所以你们通常是怎么做的 通常是在八颈工厂那里 做了一桶一桶出来 然后就煲滚去 撞到布筋桶那里 整样在做豆腐花 所以全都是手工製造的 全都是手工製造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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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帮忙 其实帮忙 我现在要做一些豆花去卖 不做就没得卖 那我们要帮你放出来 不是… 现在我要… 我要撞一些豆花 你需不需要…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以为你帮忙吃的 不… 不如… 不如你帮忙做事的 不如我做了 我做了一个豆花 好 好 太好了 好 我的豆花来了 多快 一炸一个豆花出来 真的 看起来好像差不多 我们从哪里开始 豆花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它的这个糖会不一样 有多选择 真的 你可以教一些是有加料的 对 这个是煎乳糖 然后这个是菊花糖 菊花糖 菊花糖 椰糖 然后这些就是它的金花汤圆 这些收臭的 还有加汤圆 最大力的是不是有料的 对 有料的 但是这个金花是自己做的 完全的 哇 谢谢你 你们吃豆花喜欢 就是搅到烂烂 还是一大便完整 够够了 我喜欢这样子的 我不喜欢就是 弄到碎碎 不像人这样子 够够够够 够够够够 喝豆浆 对 它是蛋花是吗 对 就要这样子吃才可以 吃到那种 那种感觉 对 很滑 很滑 对 这个我觉得就很单纯 也不会过甜 然后就主要就吃到 那个很滑溜的感觉 而且它姜也不会讲 它是那种 会太过呛的那种 就是淡淡那种 那种死姜的酱气 对 就是让它辣 如果太辣也会影响到 那个味道 不会 我ok 不是ok 那这个呢 菊花糖 菊花糖 用菊花熬成的糖吗 我没有吃过菊花糖 我用糖跟铁糖 菊花糖 你妈我觉得是有豆 我们就猜了 它是豆沙还是花生 豆沙 我感觉应该是 黑芝麻 那输来了怎么办 输来了 输了 OK 所以你猜什么 你猜什么 我猜是黑芝麻 你啊 你猜是黑芝麻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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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 心有灵犀 你们 我觉得喝菊花的糖 有点像在喝凉水的感觉 不是你想象那种 我们真的喝菊花水那种感觉 它真的是清清淡淡的那种菊花香 是 其实除了这个糖原 我刚才看到老板还有加什么红豆 所以可以吃 芝麻让你下去 而且那些是台湾的顾客要求 对 妈妈每次吃那些什么 芋圆然后就加这种 对 可以加这个 什么菊花冰 对 对 OK 也不错 这个是桂花糖 桂花其实很看个人 因为有些朋友是不喜欢桂花的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桂花味道很重 我觉得桂花的可以吃冷的 我喜欢吃这个 它其实桂花味道不会太重 不会说那种感觉香精香水味很重 就好像吃了之后好像变成公主了 我觉得OK 因为它没有太重 它不会太重 它的糖的味道都拿捏得很好 刚刚好 不会说桂花盖过豆花 可是桂花会太重 对 我觉得就是有这种淡淡花香的这种糖 你吃起来就没有这么腻 就会比较清爽一点点 哇 哇 我讲成一般很出名的豆腐花 真的 很多豆腐花 但是我自己特别喜欢这家 你没有想过要做一集就是 豆腐花大比拼 不要这样 你还会给人 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口味 自己喜欢的 我自己是喜欢这家 它反而我觉得它会有一点甜 椰糖比较甜 对比较甜 可是它很香 椰糖就是特别的香 然后它有一种 介于传统和新式的结合 对 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另外我觉得另外可以推荐的就是 它的豆腐 既然五颜六色的呢 其实刚刚一开始看的时候 我有点怕 为什么会像不颜色 这不是颜色 你没有问到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对 对 这个是萝卜加豆腐 对 很神奇 蓝花豆浆 火龙火豆浆 你那个绿色的 这是黑豆浆 所以这三个都是那种 黄豆来加的 但是这都是黑豆做的 对 神奇喔 黑豆浆是绿色的 它是放棒蛋的是不是 不是它没有放棒蛋 这个也是我以前觉得奇怪的 通常黑豆浆 可能有点带一点黑 灰灰的感觉 这个原因是因为它有去皮了 它进了之后它去了那个黑豆的皮 那这样讲 所以黑豆里面其实是青色的 神奇喔 它真的是有萝卜的味道 可是因为我在想 它会不会很像萝卜奶的感觉 可是它就是萝卜淡淡的 不会说太松的味道 然后有很浓的豆浆的味道 是可以接受的也不会太甜 其实我这个 蓝花是没有什么味道 没有什么味道 就跟一般的豆水一样 蓝花好像听说 也是有它的营养价值 对 所以你喝了就可以变成 蓝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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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是很喜欢吃喝它的黑豆浆 每次来很快就卖完了 总之就好喝了 有时外面喝到的可能会比较色色的 这样这个可能是去皮了 所以它没有这么色的 在豆花的味道上 我是可以给它豆花的这个类型里面 我觉得可以给到四分的 它的这个豆花真的很滑 我会觉得呢 其实它就是不会说那种很复杂 就是它其实很纯朴 对 很传统 我就觉得整体包括全部 我会给3.8颗星 然后另外 价格 价格 其实豆花 我不晓得以前在宜宝吃豆花是多少钱 但是现在如果说快酒前吃一碗豆花 还是可以吧 所以价格上 我个人是适合的 所以我可以给它在4颗星的分数 我也是觉得4颗星的价格 也不会因为都太贵了 对啊 也不是很吓人嘛 其实我是很喜欢吃豆腐花的 无论在JOKA 我就常常去找来吃 其实在JOKA 你吃到3块豆 一碗 对 环境上呢 因为它就是一个小档 小小店铺 然后就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就 不能够太过阴镜啊 环境之类的 所以环境我可以给3.2颗星 我会给3颗 3颗星 然后到 会不会推荐朋友来吃这里的豆花呢 可以 因为好吃的豆花蛮难找的 基本上如果是你要来乙宝玩 大家一定会讲到要吃豆花 对 推荐豆可以给4颗星 4颗星 什么 乙宝要多美食吃 你不会只是叫我们吃3颗吧 你要知道 我们两个从JOKA用种路过来 所以还有另外3颗 下一颗 下一颗 下一颗星 下一颗星 还有 两颗星 乙宝也是两颗星 对 太好了 这样要靠你了 好了 下次见 祝明天 下次再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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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宝这么多豆花豆水的选择 为什么会想要来这间 豆味 豆味香一点 我是喜欢原本的啦 就是讲糖 传统一点 这样子 每一次来一宝都会来这边吃豆花吗 是的 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里的豆花 因为它的豆花比较滑 比较好吃 比较滑 那你会不会推荐你的朋友再来这边吃 会啊会啊 会啊会啊